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去年4月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访问北京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他表示 美国一直诱使他出兵犯台 但他不会上钩 去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宏和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访问北京 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习近平跟范德赖恩举行会谈时 声称美国一直诱使他出兵攻打台湾 但他不会上钩 并且向手下官员发出类似的警告 美国对台军售以及跟台湾交好 一向被中国视为挑衅行为 中方学者和退役将领认为 北方目的正是为了诱使中国对台动武 但习近平表示 跟美国发生冲突将摧毁中国取得的许多成就 破坏他2049年达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中欧应当坚持对话和合作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金融时报指出 这些说法仍能得以窥见习近平的对台思维 不过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白明认为 习近平如果真的相信美国为了台湾 而积极寻求跟中国发生冲突 那么习近平要不就是出现资讯真空 不然就是从下属那里听到了拙劣的建言 至于习近平是否真的在会谈中表示 他不会上美国的当 范德赖恩发言人表示 范德赖恩不会透露私人谈话 美国白宫则不予置评 陈文人编译